《道德经》也是较简约 以《条例式》指出道家思想和概念 相反 庄子则较为灵活多变 从他的著作《庄子》可见他形象较活泼 书中常出现上天入地的情节 表现出浪漫夸张的色彩 一本文言的古书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 但是一本改编古书的漫画书可就不同了 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好奇 进而翻阅 进而详读 进而对该书原文发生兴趣 基于这个理由 我开始尝试改编历代经典名著 庄子动画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或多或少也知道有庄子这本书 庄子这个人 但是很多学子都视而不见 一生中从未一窥庄子思想的殿堂 原因无它是基于对文言文的惧怕 而我现在这一集庄子动画 希望各位观众收看之后 能明白庄子思想的精华点滴 更希望这个节目能成为观众迈进经典大门的一把钥匙 走入中国古典宝藏的文化殿堂 与我们的先生先贤们共同并肩论道 庄子奇无论篇中的朝三暮四预言 原本是指欺骗人的比喻 但后世人演变成为做事经常变卦 反复无常 其实这也符合庄子要以真诚对人的道理 庄子预言新说之朝三暮四 大家加把劲去工作吧 公司赚到了钱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分花红 太好了太好了太棒了 我们要努力工作为公司及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太对了 说得对 陈经理 谢谢你的会顾 我一定好好为您服务 老板啊 公司赚钱 不过要分红给职员 我可真舍不得啊 现在经济不好 公司赚钱了 但是要准备未来 分花红的事情暂时就先冻下吧 但是老板啊 你曾经对同事有承诺的呀 少啰嗦 告诉他们 这个是我的主意 为什么没有人上班呢 职员说你骗他们 全都辞职不干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也不干了 戳尔反尔 朝三暮四 又怎么让别人信任你呢 如何达到齐同 由于人对世界的认知 大多通过对立的观念 例如大与小 适与非 贵与贱等相反概念 而庄子认为 人要达到齐同的境界 一定先要舍弃这些对立的观念和争论 力求做到对具体有限的东西无知无实 并且能够是非两望 是要人能够归于自然 这样便能达到齐悟的境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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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我想攻打宗 快 虚敖这三个国家 每当临朝也不能丢下这个念头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三国的国君所处的地位非常卑微 你又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 当初出了十个太阳 并照万物各不相爱 何况有德之人 恩则普及世人 非太阳所能及 那又为什么不能容这三国的国君呢 人的欲望无穷 全在于有了自我意识 有了自我 就会排斥它成为对立 其实万物虽有差别不齐 但各有各的独特价值 并能并存而不互相妨碍 王仪先生 你知道万物的知识 却为它没有共同的标准吗 那我怎么知道呢 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这样你又何必失望呢 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 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就是知道呢 那我问你一句 人是在潮湿的地方会得到关节炎 那你就会吗 人住在高树上就会害怕 那猴子会吗 人 泥鳅 猴子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你说什么样才是标准呢 你的确说的没错 大家的标准真的不一样啊 就是嘛 鹿喜欢吃草 人喜欢吃肉 乌鸦喜欢吃老鼠 乌龚喜欢吃蛇 这四种动物的口味也不一样 谁知道哪一个的口味才是标准呢 万物的知识标准不一 所以人为的标准不是唯一绝对的标准 如果物把相对当成了绝对的话 那便离大道太远了 如果盘古初开之时 我们就把天叫做马 又或是把地叫做纸 那会怎么样呢 那么天就是马咯 那么地就是纸了 人认为自己对的就说对 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 但是不对和对的标准是什么呢 人用人的立场去创造知识 人就被人所创造的知识之环给套住了 人认为西施是美女 那鱼呢 鱼看了西施 可能真的会沉到水域去 我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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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嫁 不嫁 立即做新娘 嫁给进县宫的时候 伤心地把衣服都枯湿透了 后来立即到了晋国的皇宫 睡在柔软的床上 吃着四海的美味 才知道自己出家时 哭泣是多么的愚蠢 人都怕死 但谁知道死了之后 会不会后悔为什么要生呢 这不就是和立即出嫁前后的情形一样吗 掌无子对瞿雀说 掌无子对瞿雀说 做梦的人 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他在梦中 还在占卜吉利不吉利 请不吝点赞 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